这张新专辑是以一种发烧碟的这种概念来做的 那所谓的发烧碟就是因为要谢谢有一班 这个很喜欢高直速音乐的发烧友 音响发烧友 他们愿意花钱去买这个实体CD来听 那么我们也很用心地在这个制作方面 想要制作到可以让这些hi-fi友 能够觉得听得觉得很有现场感的感觉 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 虽然也都是翻唱的歌 可是我采取了一个我从来以前没有做过的方式 就是跟乐手一起同步录音的 那同步录音呢就是要求那个临场感 真实感 就是一个live performance 然后我跟乐手之间也有很多的那种 临场很spontaneous那种互动 那个是一般录音 就是把音乐做好 歌手再进去录歌声那是不一样的 然后当然翻唱歌曲 但是我们也赋予他很多新的生命 比如说在编曲方面有一些歌 完全可能颠覆他的一些本来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有一首广东歌叫眼泪为你流 我自己很喜欢的歌 可是我们把它做成很绝世的感觉 那就很不一样 那也有一些歌比如说像动力火车的冲动 像陈奕迅的单车 那这两首歌我们也不想太破坏它 它本来就是很好听的抒情的慢歌 那我们也是慢歌 但是我可能把它的乐器没有那么复杂 就只有钢琴跟我 或者是只有吉他跟我这样子 那至于我自己的歌声方面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没有疏忽我这个唱歌这个工作 当我决定 两年前当我决定我要再多唱点歌的时候 我已经不停地在找老师 而且每天都在练习这些音阶 去run自己的这个机器 所以应该是没有疏忽到 大家放心 那选的歌主要都一定是我自己很有感觉的歌 比如说像一些比较新一点的 不是很旧的歌 比如说像陈奕迅的单车 我很喜欢 这个是讲一些父亲跟小孩之间的感情的东西 我也会有那个画面 就好像我父亲真的有教过我 小的时候那个骑自行车 那个画面有出来 然后比如说像动力火车那首冲动 那是我当时一听就 我也就很喜欢的歌 所以也放进来唱一唱自己过瘾 那比较年代久远一点的 比如说林子祥的最爱是谁 还有徐晓凤的随想曲 随想曲我很喜欢那个歌词 真的写得很好 就是告诉大家心中要富有啊 告诉大家什么无欲无求 这种人生很高的境界 也还在学习 但是就是这个歌词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它能够传承这么久 成为经典歌曲 我自己平常的生活是蛮健康的 我很注重纪律 我是一个蛮有纪律的人 我不认为说为了要 特别为了一个录音的录制唱片 或者是特别为了要做一个演唱会 然后才在之前的两个月 很急就张的去怎么健身啊 我觉得我的观念不是这样 我的观念是你平常每一天就已经在准备 然后当你要工作的时候 你就能够已经拿出最好的状态 去把这个工作做好 那你谈到说 对我平常我会很爱运动 我其实运动量蛮大的 每天我都会做热瑜伽 每天 最近迷上了一个叫spinning的运动 在香港有一个spinning的运动 我也会跑步 然后我平常还喜欢打打高尔夫球 那在保护声音方面 其实我没有很多的这种禁忌 我很爱吃辣啦 可是有可能为了要 有的时候为了要真的马上要唱歌 之前两天可能会少喝点酒啦 因为喝酒好像 会好像有怎么讲 会让那个声音比较容易起弹 就我个人 每个人可能不同 那我就会比较少喝点酒这样子